19号选手小白 他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一个非常坦率的汉子 但是呢他在生活中言语不多 他把自己所有的深情倾注到了音乐里面 接下来他要带来这一首呢 是他在北京北漂最爱的一首歌 北京北京 欢迎 北京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 欢迎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电梯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他这哭巴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哭泣 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失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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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 就像迷惘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高位和拥抱 寻找着 追逐着夜夜一夕的随梦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哭泣 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失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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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死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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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死去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有太多让我沾连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死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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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白 谢谢 非常深情的一首 北京 北京 想先问一下你在北京做北漂做了多少年 两年吧 两年啊 但我感觉你已经唱出了好像有十年很深刻的感情 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应该没有一位是北漂 但是都应该有过创业的经历 问一下尤代老师 就是那种属于摇滚的沙哑的嗓音 应该是你天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属于那种研究嗓音 所以你表现出来就会很自然 然后也很容易打动人 这种歌曲本身就应该是比较真实才会打动人 如果你要是做出一种状态来的话 会让人产生反感 而且这种歌呢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话 其实应该是你这首歌最达到一个情绪的高潮的时候 才会达到你声音发出的那个点 所以前面要有足够的声音的铺垫和变化 才能够让听众和你一起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 如果你第一声就已经是这样的话 就已经跳出戏了 就是这样 好 最后丁伟老师 我觉得小白这样的演唱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评论的 因为其实对于可能普通观众来讲 他们会觉得唱得很好 情感特别充沛 特别难受听上去 但是我听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你可以不同意 好吗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你不是特别理解这首歌 你唱的是一个表面的悲伤 你从头到尾 全是深思历劫的悲伤 哭泣 但是我听汪峰这个歌的时候 我没有听到的全部都是哭泣 首先我听到的是他对北京的热爱 他因为爱 不是他闯着这汪峰的歌 对吧 怎么会是他知道的 这不是北京爱情故事里面放了很多遍吗 然后首先他是因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 然后他看着自己曾经在这个城市发生过的故事 他既是剧中人 他又是个观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你自己突然有一天午夜梦回想起 你从曾经在一个街上走过发生的事的时候 你自己是还在痛哭流涕吗 还是你已经冷静了许多 然后你用一种非常伤感的情绪去看着那个地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吗小白 或许 我觉得可能 不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还太年轻 就是说你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作为作者 他去写的这个歌词背后的意思 不能光看表面的意思 所以首先我觉得你对歌曲的理解不够 所以你的表达方式特别的单一和表面 其实你的演唱 你从声音啊什么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到底怎么样对待一首歌 怎么处理一首歌 我建议就是可能要多了解歌的背景 然后多听一些音乐 多知道一些怎么说 可能甚至是文学性上的东西多补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歌词的理解 会更深刻一点 嗯 我也挺赞同丁伟老师的说法 因为其实悲伤它是很多层次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悲喜交加 或者是五味杂陈的感觉 可能不一定是用悲伤一个词来去带过 不过小白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毕竟两年嘛 也希望你在北京能够拼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空好不好 谢谢你